第1331集 这些巨鹰和甲氏固然数量众多 但里面修为最高的也不过是区区化神级 唯一有些麻烦的 只不过是两只不知有何能力的银色战舟而已 就在这时 高空被围的一族转动了一下头颅 目光一扫那些甲氏和巨鹰后 突然单手一掐绝 两头傀儡终于有所行动了 马身交手的怪兽双翅一展 一对翅膀化为两片巨刃 轻光一闪的就击射而出 下一刻 轻光一下没入了包围圈中 所过之处 十几头巨鹰和甲氏瞬间一分为二 而那时怪师傀儡 七颗头颅一张 火光一闪 无数颗火球密密麻麻的击射而出 转眼间汇聚一起化为了一片火海 将另一方向的敌人都淹没了 四周的甲氏先是一惊 随之在为首的几名领队的大鹤之下 所有甲氏齐举兵刃 无数光芒直奔两头傀儡 击射而来 而那些巨鹰则一个个腾空飞起 同样地直扑傀儡而去 一时间包围圈中爆裂 肩鸣声不断大战了起来 果然和我先前预料的差不多 两头链续击亏了一旦发威 附近的那些甲氏和双头鹰根本无法抵挡 不是化为树结尸体 就是在火焰中不断惨叫着从空中坠落而下 这些甲氏族人中 不少甲氏猛然往腰间一拍 一片片五色光霞 向那名长发义族人一卷而去 尚未接近义族人 就纷纷化为一张张大网 迎头照去 就在这时 长发义族人突然单手一采足下非洲 顿时此宝物光芒一闪 一下浮现出一层明厚的黄色光照 接着两手一掐绝 似乎催动了什么功法 顿时光照上琵琶之声大响 一层淡白色电弧浮现而出 那些大网方一落下 就被这些电弧弹射之下 化为一团团灵光爆裂而开 长发义族人两手一翻转 多出了两面 不似圆顿的金灿灿法器 并往空中一抛 两面法器在呼啸声中飞射而出 此周的甲氏一惊 往谨慎的凝望此物 在两面金芒一个盘旋之后 却重新向义族人积设而去 轰得一声闷响之后 那两面盾竟在长发义族人身上 撞击到了一起 并爆发出一团刺目金芒 义族人一下踪影全无 原地出现一个直径丈许的金色大球 只听嘎吱一声怪响 金球表面漠然间浮现出 密密麻麻的持许长的利刃 此球一动 带着一连串残影就滚入了人群之中 也不见其表面有何异常 但凡是被此金球撞倒或者擦着的甲氏 身躯纷纷四分五裂的爆裂开来 根本无法抵挡分毫 即使有些攻击落在金球之上 也在此球的高速转动之下 被反弹而开 转眼之间 金球就和那头马身傀儡会合 往同一方向冲去 至于那只七头怪师傀儡 则紧跟在后面 口中火球狂喷不止 大半对准更高处的双头巨鹰 根本不容他们往下落去 这三者联手的确犀利异常 四周的甲氏和巨鹰 眨眼间就被灭杀了近百之多 让三者一下冲到了边缘处 眼看就要冲出包围 逃之夭夭 其中一名脚吃足的化神级领队 突然口中一声利贺 原本围着长发异族人和傀儡的甲氏 立刻身形一顿 不尽反退地四散射去 那些一直盘旋在上空的双头巨鹰 似乎受到了什么驱使 同样一哄而散 金球和两只傀儡附近 一下空出了近百丈的空旷之地 他们想做什么 就在这时 战舟下数以百计的精柱同时一亮 乳白色光柱密密麻麻地 同时喷射而下 刹那间 白光一下将空旷区域全都覆盖 爆裂声震耳欲聋 一时之间 身处攻击中的金球以及两头傀儡 全都淹没在白光之中 趁此机会 此周甲氏和巨鹰又在远处重新布置好了阵势 将此区域团团围住 两头战舟的攻击并未能够持续很久 一会儿功夫后就攻击一顿地停了下来 包围圈中白芒一脸重新变得清晰起来 下边的韩力同样双目一眯 也凝神望去 最中间处竟出现了一把灵光闪闪的蓝色巨散 直径失于仗之举 巨散下方那只金色巨球表面 竟探出了长发异族人的半截身子 他眉头紧皱目光不停私下搜寻 眉宇间引先一丝焦虑 另外两头傀儡紧挨金球身边同样毫发无损 这一次长发异族人似乎不愿再拖延 一声低喝之后抬手冲空中一招 顿时聚散灵光一闪的极具缩为数寸大小 落在了其手心 接着身形一扭 上半截身子就凭空消失 缩回了金球之中 而身旁的马身和怪师傀儡 身形一动再次飞扑而出 顿时大战再起 四周的甲士和巨鹰 仍然是无法抵挡两头傀儡和金球的横冲直撞 片刻功夫就阵亡了近半之多 忽然间那头怪师傀儡口中火球一顿 接着他身躯红光连闪几下 七颗头颅中同时一锤 就在此处一动不动了 怎么回事 附近的甲士剑此先是已经随即大洗起来 当即其中几人一仰手 光霞一卷而过 瞬间化为了几张大网 将怪师傀儡彻底照在旗下 然后几名甲士一拉就将整只傀儡强行 俘获了过去 而少了怪师傀儡的掩护 空中的巨鹰在无畏惧的一后而下 双翅狂山不已 一道道粗大锋刃发出破空声的击舍而下 打在金球之上 让其金芒连颤 滚动速度一下大缓 长发一族人一下陷入了包围中 丧失了逃走良机 更糟糕的是 那只马身傀儡 也不过比怪师傀儡多支撑了一小会儿 同样不知何故地丧失了行动能力 被那些狡吃族人一下夺走了 转眼之间 身陷重重包围中的金球 纵然防御力惊人 但在四周假式的各种刃盲剑气的攻击 以及巨鹰的锋刃斩击下 金光暗淡 带有不知之意 长发一族人能去世 比自己修为足足高上数个经济的傀儡手 并能在包围下坚持如此之久 可见的也是大有来历之人 不过从现代的情形来看 他是真的无路可走 被抓是迟早的事 虽然不知道 那些狡吃族人为何想要活捉自人 但我可不想暴露自己招惹什么麻烦 还是走人走吧 就在这时忽然从金球中传出了长发一族人异常清晰的话语声 下面的前辈 在下旺古族的贾天墓 前辈若是肯出手相助 在下回到族中 愿意通灵傀儡相赠 长发一族人并未使用传音之术 反而声音中掺入了一些灵力 让数里之内的人都可以听得真真切切 一听这话韩力先是一愣 随其心中不仅想破口大骂起来 此人为何能探知我的存在 如此明目张胆地交迫我的行踪 恐怕没有什么好意 事情果然也像韩力想的那般 空中的那些狡吃人一听此话 其中一名为首之人猛然一摆手 树甲氏当即带着十余只双头巨鹰 直奔他藏身的小山处寻觅过来 这些人也不知用何方法 刹那间就寻到了他所在的大树附近 在空中有些疑惑地死下打了个不停 这些狡吃人和巨鹰修为如此低下 就如何能对我造成什么威胁 唯一有些麻烦的 大概就只有那两只占舟了 韩力面上绿色一闪 突然间袖抛一抖 数十口寸许长的小剑击射而出 一闪即逝之下 就立刻化为一根根青丝 凭空没入虚空中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 痴痴之声大作 树根青丝在上空脚吃足甲氏和巨鹰附近浮现而出 轻芒一闪 这些甲氏和双头巨鹰瞬间四分五裂 蚕食化为一片血雨洒落而下 哼 韩力身形在大树下一现而出 背后一声霹雳 一对羽翅浮现而出 双翅一扇 韩力就一下随风消逝 而下一刻 包围着长发异族人的脚吃足甲氏中间 传出了一声霹雳 在青白电弧闪动间 韩力身形一下诡异的闪现而出 他两手一掐绝 七十二根青丝从身体各处积尸而出 再两手一掐法掘 刹那之间满天都是青芒闪动 破空之声遍布方圆百丈之内 而此区域中的三十多名甲氏和双头巨鹰 惨叫声连绵不绝 几个呼吸间的功夫就纷纷从空中跌落而下 这人好生厉害 就无人能挡那剑丝的任何一击 片刻功夫之后 韩力身体四周就再无任何一名敌人 而附近的其他脚吃人甲氏 这才清醒过来 面露骇然之色 纷纷下意识地向更远处退了过去 韩力却并没有就此收手之意 袖袍一抖 顿时两团黑影同时从袖口中一飞而出 金黑两种光芒一闪 在附近空中就现出了一只豹子般的小兽 和一只持续高的黑色小猴 东爽 全都杀了 一个不少 韩力此言一出 小兽身形一晃 幻化出十几只一般无二的幻影 一下向人群冲去 爪芒闪过之处 无论那些假式身上穿着的银色战甲 还是手中的冰刃 纷纷如同纸糊的一般被一抓而烂 而黑色小猴则提表黑芒闪动 身形一下狂涨数十倍 化为了二十余丈高的一只黑色巨猿 此猿两手一捶自己胸脯 大鼻一喷 顿时黄蒙蒙的一片霞光 朝空中飞卷而去 那些双头巨鹰一被此光扫中 立刻从空中直坠而下 巨猿两只大手一阵狂舞 一掌一个竟然将双头鹰拍成了肉酱 一道青红脊椎而去 剑光连闪之下狮横便宇 突然上空轰鸣声一响 韩力心中一领急忙一抬头 只见那两只银色战舟下方的惊柱光芒大放 百余道光柱一喷而下 竟根本不顾及附近的其他脚持足假事 哼 韩力冷哼一声背后双尸一抖 一声霹雳之后就诡异地在原地消失了 下一刻在一只银色战舟的上方 韩力一晃重新现行而出 他面无表情地单手一抓 一只漆黑如墨的手掌从袖口中一探而出 轻飘飘地向下方虚空一按 回光一闪 黑色小山滴溜溜地从手心中一喷而出 小山体型随之狂涨不止 便比战舟游要大上几分 一下化为了千余杖之巨 向下方战舟狠狠砸去 只听到轰隆隆的一声巨响 飓风底部和战舟撞击到了一起 同时一晃 山峰被一股巨力微微反弹而起 矩阵之下 战舟表面凹进去大半 还被硬生生地从空中一砸而下 重重摔到了地面上 小半截身子都深陷土石之中 眼看一时是无法再飞起了 韩丽见到此墓 墓中流出了一丝意外之色 战舟竟没有被原刺神神一击爆裂 可见其所用材料坚韧异常 恐怕不比普通的法宝材料差到哪里去 如此大的战舟 所耗费材料之多可想而知 何况当日在绿光城 见到了那个更大的巨岛 角尺族果然富足 真不愧为灵界排名靠前的超级大族 韩丽心中骇然 但是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 反而单手连指空中的那座黑色山峰 顿时原刺神山一声嗡鸣 呼啸着再砸而下 刹那间接连传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那银色战舟竟然在山峰狂砸之下 变得扁平起来 被硬生生地砸成了一堆破铜烂铁 里面负责操纵的角尺人 即便还未一命呜呼 但是滋味也绝对好不到哪里去 这战舟怎么表面荧光闪动 竟在一点点地重新鼓起 似乎想要恢复如初 韩丽眼见几下狂击还未彻底解决掉此舟 当即双眉一挑 漠然冲虚空一抓 痴痴之声大作 数十根青丝一闪即逝地 从虚空中击射而出 全都汇聚到了韩丽手掌之上 青芒刺目 竟然化为了一口仗许长的巨剑 但是表面青光萌萌 仿佛没有实体 韩丽二话不说抓住剑柄 冲着下方无法动态地站出一动 就能一扎而下 但就在这时 韩丽忽然听到了 那名长发异族人的惊呼声 前兵小心 他一正之后 漠然感到一股强大灵力 在自己一侧爆发开来 韩丽不及多想 手中巨剑猛然一横 迎着此灵力 就视虚空一展 顿时 一道十余丈长的青色剑气 一展而出 正好斩在那股灵力之上 两者在离韩丽三十余丈远的地方 一下爆裂开来 化为了一股青黑两色的风柱 冲天而起 远远看去实在是异常惊人 韩丽朝对面一扫 双目就一下微眯起来 只现在对面另一只银色巨舟的上空 不知何时 突然多出了四名容貌各异的人 其中一名面色苍白 双足赤裸的怪人 身前漂浮着一口透明怪刃 正目带一丝奇色地望着他 看来刚才的偷袭 就是此人发出的 另外三人 则是一名老狱 一名矮子 和一名身披瘦皮的野人般的巨汉 韩丽双目一眯 神念一扫之下 顿时发现 那动手的怪人 是一名炼虚级中期存在 而另外三人 则是炼虚级初期的修为 我明明已经扫视过附近 可并未有这四人存在 他们是从何处冒出来的 胆子不小啊 竟然敢回我们脚吃足的战舟 看你样子 不是天云十三族人 不过也无所谓 一会儿秦回去 自然好好拷问一番 面色苍白的怪人冷冷说道 随后目光一扫 竟扭头晃向了另一处 在那里 那名长发一族人 再次从金球中冒出 四名炼虚级存在的脸色 一下变得异常难看 贾先生 听说你并非纯血脉的万古族人 如此又何必非得为天云十三族出力 我等出来时 族中几位长老特意提到过先生的名字 对先生的傀儡术上的造诣赞不绝口 并且说过 只要先生肯归顺脚持足 既为长老愿意不惜一切代价 给先生换血洗髓 给你换上本族的血统 并且敢打包票 一定助先生 起码能进阶到上族顶阶 如是先生真有大机缘 甚至能成为圣族级存在 也不是不可能之事 面色苍白的怪人 竟然声音大缓地 冲长发异族人如此说道 神态间颇为恭敬 归顺你们 贾某没有这兴趣 在下虽然血脉不纯 但是族中长老对我有过大恩 我不会改投他族 你们活捉我的用意 一半固然是为了我的傀儡炼制术 另一半 还不是为了天云十三族的 一些隐秘消息吧 贾先生 你觉得还有机会逃离此地吗 先生的护身傀儡纵然厉害 但是所用灵石 恐怕也在上次突围时 消耗得差不多了吧 至于先生本身的修为 可对我们几人构不成丝毫威胁 我等也不想动促 贾先生 还是自己束手吧 坏人面对贾天牧的一口回绝 并未动怒 反而继续微笑地说道 贾天牧听到这话 神色间并未有丝毫变化 但却朝一旁的韩力望了一眼 怎么 先生还指望此人解救不成 也好 我等四人先收拾这位 爱手爱脚之人再说 面色苍白的怪人 一见贾天牧 此种表情 微微一震后 他神色默然一板 再次朝韩力望去 你是乖乖束手就擒 还是让我们毁掉肉身 只带你的元神回去 韩力听到此问 瞳孔一缩 但是马上又笑了起来 几位口气不小 不知道四位神通 是否也和你们口气一样大 怪人闻音有些意外 明神细望了韩力两眼 突然间神色一动 似乎想起了什么 莫然转手 从其他三人中的老玉 问了一句 我看此人有些面熟 是不是前些天 图识者传讯 让我们抓的那个人 心胸如此一说 还真是如此 的确和那图像一般无二 小心一些了 此人既然能在图识者 手中逃脱 神通肯定不想 老玉也望了韩力几下 目中寒忙一闪 缓缓地点了点头 听到老玉此话 其余两人都露出了意外之色 大名身披兽皮的巨汉 漠然发出了一阵狂笑之声 真是此人嘛 若是如此的话 我们小队此行 还是来对 可以同时立下两场大功 说起来 还多亏了此人 将另一座战舟击落 否则另一队也传送过来的话 功劳可就要平白被分取一半 那名身高不足三尺的矮子 却冷笑一声的典型 这几人一人一句地说着 口气颇为随意 似乎关系不错 韩力却从几人的话语中 听到了关键之处 目光在两只战舟上一扫后 对这几人诡异出现的疑惑 总算有几分豁然 传送 战舟上 竟有刻意直接传送的法阵 这还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听这几人口气 原本还另有一堆人传送过来 但因为其中一只战舟被毁 只有他们几人被传送到了此地 为了一名化神级存在 竟动用了如此多的炼虚级存在 看来这位驱使归类的异族人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 不过这几人一眼认出了我 就有些大出乎预料了 绿光城的那名合体级存在 竟然还没有死心 不合 应该说 是还没有放弃我 处物着重的两只御侠 看来侠中之物同样非同小客 那名大头人 都没有太过扩大其次 韩丽神色不变 转眼间想清楚了 这时 暴林兽和体魂也早放弃了 对脚吃人假释的追杀 不声不响地飞回到了韩丽身边 然后目露凶光地盯着附近的四人 对面那名赤足怪人 听完了自己同伴的言语 目光连闪几下 一张口 似乎想冲韩丽说些什么 但是这时 韩丽却突然冲四人同时以挥袖袍 破空之声大响 数十根青丝 一下分成四股的 本四人击视而出 只是一闪 就到了四人身前 包括赤足怪人在内的 四名角赤足恋须及存在 顿时时吓了一大跳 先前他驱使剑丝 击杀其他简式 剑丝速度还不及现在一成 根本无法和现在的速度相提并论 在四人惊怒之下 纷纷躲避抵挡 赤足怪人 老玉 矮子都成功逃脱了 只有那名身披兽皮的巨汉 竟想用巨斧来抵挡青丝 但是巨斧竟然瞬间被斩成了七八块 而巨汉甚至连惨叫声都未来得及发出 就化为了一堆碎肉 连元神都未能逃出 一起在青丝闪动中灰飞烟灭了 赤足怪人的身影在三十余帐外另一处显现而出 一眼望见巨汉瞬间被斩 惊怒得一声大喝 在其他地方露出身形的老玉和矮子 见此情形同样是大惊失色 他们虽然知道寒厉神通不小 但是也没想到自己同伴一个照面就被斩杀掉了 但是这三人还未来得及出手替巨汉报仇 青丝再一闪就又冲三人鸡舍追去 赤足怪人等人亲眼目睹这些青丝的犀利 哪里还敢再用什么宝物应接 只能无奈地再次施展神通 纷纷躲避 寒厉站在原地动也不动 只是面无表情地不停地催动着剑丝 追一杀三名对手 就在这时空中轰隆隆之声传来 寒厉只觉头顶大片白光闪动 属于百计的光柱漠然从天而降 竟然是那只完好无损的战舟 一见三人情形有些不妙 就发动攻击加以辅助 寒厉一仰头 双目微眯地看了看光柱 身形竟没有丝毫躲避之意 结果在轰鸣声中 寒厉的身形在白光中一下就不见了踪影 而那些正紧追三人的青丝 似乎也因此受了什么影响 突然一顿地停下了鸡舍之势 痴俗怪人和老玉等人大出了一口气 这才重新引下了身形 纷纷慌忙寄出了几件宝物准备战斗 我们可不信 此人真如此简单地被灭杀了 果然 白光中传出一声惊天霹雳 随之清光一闪 突然一只大鹏从白光中一冲而出 开始时不过数丈大小 但是在空体灵光流转之下 体型瞬间狂涨 以下化为了七八十丈之巨的庞然大物 随之双翅一山 就化为了一股狂风 到了老玉头顶 再次现行而出 雷鸣声一起 巨棚表面默然泛起 无数道碗口粗的白色电弧 一对屋子般大小的巨爪 带着刺目电光一抓而下 巨爪尚未抓时 泰山鸭顶般的惊人灵鸭 又气势汹汹地先一压而下 小心 远处的赤足怪人和矮子 一见此情形都一惊 几乎同时大声提醒 而老玉本身 一感到巨爪蕴含的灵鸭可怕 脸色就刷得一下苍白无血起来 大鹏来势实在是太快了 脱势根本来不及了 不耐之下 老玉一咬牙 张口将一团精血 就喷到了身前的化轴上 顿时 砰的一声后 一团血雾爆裂开来 瞬间被化轴一吸而入 几乎同一时间 从化轴上 放出了一团药木金光 化中明硬的金色法阵飞射而出 滴溜溜一转后 化为了十余杖之巨 从高空击射而去 下一刻 大鹏的一只巨爪 就先狠狠地抓到了金色法阵之上 轰隆隆的一声巨响之后 白色电光和金色法阵 交织到一起 并爆发出了惊人光芒 附近的空间都在此爆裂中 一阵模糊扭曲 韩丽所花大鹏还若无其事 但是金色法阵下的老玉 刹那间发出了一声闷哼 接着面色一白 又喷出了一口鲜血 这金色法阵 竟然勉强抵住了 这只巨爪落下之时 老玉面上笑容还未露出 大鹏幕中就闪过了一丝寒光 另一只巨爪毫不迟疑地 也随之抓下 不好 老玉见此情形 心中猛然往下一沉 但是无奈之下 只能一张口 又喷出了一团鲜血的 没入空中的金色法阵中 法阵一下是大涨了几分 我只能寄希望此宝 在我强催之下 还能挡住下一击 只要有片刻功夫 其他两位同伴的元首一到 我就可以脱身地和他们会合 纵然这人神通惊人 和三人之力的话 自然还是大有希望击杀对方 老玉转眼间就将其中的利弊想清楚了 但是他还是太低估了 韩力惊折觉中的鲲鹏变 只见两只巨爪就要同时抓在金色法阵上后 大鹏眼中寒忙一闪 突然一张口一道奇粗无比的电弧 竟然后发先至地击在了法阵上 锦色法阵一阵剧烈晃动 而就在这时 另一只巨爪也狠狠地抓到了金光之上 天崩壁裂般的一声巨响 法阵放出的金光只是狂闪几下 就仿佛破步般的被两只巨爪左右一分撕裂了开来 糟了 老玉顿时魂飞天外 但是未等其师长何种神通 其中一只巨爪一抓而过 顿时爪忙一闪 老玉的身体化为竖节 血雾从空中溢洒而下 这时两道黑色光柱和十几道黄芒 也一下射到了大棚处 眼看就要击到大棚庞大身躯上 突然间它灵光一闪 一层金光从大棚体内浮现而出 两道光柱和十几道黄芒 一击在金光上掀势一顿 随之方向一变 竟从大棚表面斜飞而出 一击而空 那两道光柱 在远处一闪即逝的溃散消失 而十几道黄芒闪动几下后 一个盘旋就再次从大棚回射而去 但是大棚只是一只羽翅猛然一扇 顿时白蒙蒙狂风大作 这些黄芒方一近身 就不知被卷到了何处 随之大棚踢表电弧狂闪身形一动 就在连绵雷鸣声中 直扑那名矮子而去 矮子眼见韩丽在他们眼前 如此轻易地击杀了老玉 并且弹开了自己攻击 表情原本就难看一场 再见大棚呼来 脸色是刷得一下苍白无比 他几乎想都不想地 猛然单足一彩银云 顿时化为一团荧光 接连闪动 下一刻 就诡异地出现在了 赤族怪人身旁 接着他就宠身边的 碧绿木碗一点纸 此物化为了一层绿色光照 将其身形护在其中 赤族怪人此刻脸色铁青一长 猛然一声大吼后 两手乌黑臂套上 冒出了一股股黑雾 转眼间便将它连同身旁矮子 一同淹没了进去 黑雾四下翻滚 狂勇不断 转眼之间就弥漫了 三十余帐之广 并且还在不停地扩散 黑雾中鬼哭狼嚎声大作 并且一道道鬼影 在雾气中忽隐忽泻 而赤族怪人和矮子的气息 在雾气中一下消失不见了 这时 韩力所画的巨棚 因为矮子的提前逃走 自然方向一变 回身望向这片突然冒出来的黑色雾海 殷气 还是极其精准的殷气 若是普通修士没有提防 被卷入这些殷气之内 恐怕会瞬间化为一具干事 韩力望见这些殷气的结果 就是索花大鹏眼中 默然闪过一丝奇怪之色 未等他索花大鹏有何表示 远处正在旁边观战的提魂兽 突然口中发出一声兴奋之极的提名 接着两只巨拳猛然一拍自己的胸脯 大敌也哼 顿时大片黄光从笔中飞射而出 直奔黑色雾气席卷而去 韩力所画大鹏 口中同样发出了一声清明 双翅一扇 身上电弧同时爆裂而开 化为一团刺目耀眼的电光 而当电光一闪即适地消失后 轰得一声传来一声霹雳 一道粗弱水缸的白色电弧 突然在黑雾上空一闪地陷了出来 大鹏仿若小山的身躯 一下从电弧壶中闪现而出 并且一个盘旋后 做出了向下方雾气中俯冲的姿势 找死 赤足怪人自然一直躲在雾气中 只是手中多出了一杆黑乎乎的翻旗 一箭含力举动是不怒反喜 一声力喝之后 赤足怪人猛然一晃手中黑色小旗 顿时大片黑雾朝空中一阵翻滚凝聚 一个母许大的黑色鬼脸就一下幻化而出 仿佛活的一般 鬼脸双目绿火闪动 一张大口就要迎向空中大鹏 但就在这时射魂神光却一闪地卷到了此处 黄色光辖狂闪之间 刚刚同空飞起的异点鬼脸 瞬间露出惊惧之色的一声惨叫 巨大脸孔一下扭曲变形 接着扑斥一声地化为无数道黑气 被黄光一卷而入 不仅如此 下方整片黑雾在黄光出现的一瞬间 也沸腾了起来 黄光所过之处 黑雾化为无数根黑丝 纷纷一闪动的就诡异消失了 如此多的黑雾 几乎一个呼吸间的功夫 就被卷走了大半之多 原本深藏雾气中的赤足怪人和矮子 转眼间就彻底显露出了身形 赤足怪人双手持齐 脸上全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大鹏却在二者显露出来的同时 一下冲两者狠狠压下 同时两只巨拽一分 分别抓向二人 更要命的是 大鹏两只与赤轻光一闪 与此同时地向下方缓缓一扇 矮子和怪人感到四周空气漠然一紧 一股无形的压力就压在了二人肩头上 赤足怪人还好 只是双腿一颤 依仗不弱的修为 还能勉强支撑不倒 而矮子修为远逊同伴 矮子一下被压得一条腿半跪了下去 他身上的青色光照变得扭曲至极 同时头顶处一下身凹进去了一大块 颤抖个不停 仿佛随时都可能崩溃开来 这让深知自己保护防护能力的矮人 骇然无比 但是二者眼见巨爪抓下 虽然身形一时笨重无比 无法躲避分毫 但自然也不会就这般束手待臂 当即 士族怪人勉强手腕一抖 不但手中黑旗一滚之下 化为一条雾胶迎空冲去 两只手臂上的黑臂套 更是一芒一阵流转 从里面各自飞出一道虚影来 这招倒是有些意思 韩丽凝神一望之下 竟是一红一绿两只恶鬼 鬼面目争鸣 头生双脚 同时上半身赤裸 下半身各包裹着一件不知名兽皮 二鬼手臂齐抬 顿时一片乌光紧跟雾胶飞射而上 而矮人在一旁天灵盖一开 一口白玉小剑飞射而出 一颤之下 顿时化为一道刺目惊鸿 展向了空中的巨爪 这二人似乎打算拼命 高空中轰鸣声载起 那只银色战舟 竟在此时一下放出百道光柱 直奔大鹏击射而来 大鹏冲下之势不停 但是身上那层金光一闪 化为了一只金银盾牌飞出体外 此盾牌在飞往空中的一刹那 盾时化为了二十多丈的巨盾 金银剔透在阳光下异常艳丽 那些光柱纷纷积在巨盾之上 然后光芒一闪之下 就被这些攻击扭曲到了其他地方 砰的一声闷响 那口白玉小剑锁化的惊鸿 先一步地站在了巨爪之上 但是下一刻就被轻易地一弹而开 但是马上巨爪一合 竟一下将白红硬生生地抓在了手中 任凭其拼命挣扎 却无法离开此爪分毫 随之一声脆响传来 此飞剑竟然一下被巨爪的巨力抓成了数捷 下方的矮人连吐漱口鲜血 那只巨爪趁势而下 只是一闪就抓中了下方的青色光照 纵然光照中的矮人一下面无人色起来 但青色光照还真的不凡 纵然在巨爪一合之下 发出嘎吱的摩擦之声 但是一时之间竟然还未被破碎掉 而另一边 那只雾胶一下将那片乌光吸入体内 身躯竟幻化成了实体一般 露出了漆黑油亮的鳞片 微风凛凛的一声大吼之下 摇头摆尾猛然撞上了另一只巨爪 此巨爪一对 竟然真的被黑色蛟龙一下拖住了 无法落下 却雾胶还有些本事 寒厉目露一丝意外 但是大鹏猛然一张口 忽然一团银色火球一喷而下 同时头颅朝另一边猛然一桌而下 顿时就见轰的一声 那只拖住巨爪的黑色蛟龙 被火球一下击中 在银色火焰翻滚中 汹汹燃烧起来 黑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缩小着 仿佛被银色火焰吞噬掉一般 而这时大鹏利嘴也狠狠啄到了被另一只巨爪死死抓住的青色光照上 一声催响后 原本已经摇摇欲坠的此光照在无法支撑的碎裂而开 矮人根本再无抵挡之力被巨爪一下捏爆了 连同里面深藏的元神都没能逃出 一同混在一团血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方的赤族怪人情形也未好到哪里去 因为空中的黑色蛟龙在体型缩小到了三分之一大小后 也立刻无法支撑大巨爪的巨力被轻易地一抓而散 接着此巨爪被银色火焰一包就直奔赤族怪人爪下 他竟然也被灭杀了 不好 我的宝物也抵挡不住了 赤族怪人目中终于流出了惊惧之色 但是下一刻又忽然一咬牙 口中发出了一声凄厉长啸 轰得一声巨响传出 此人体表在一层血光浮现后 身躯竟然无端地裂开 一团刺目血芒一掌一缩之间 化为了车轮般大小的血色蛟羊 即使包着银色火焰的巨爪 也被此蛟羊一塌而开 一时无法落下分毫 而趁此机会 一套淡淡血影从血芒中一闪地射出了数十帐去 再就位置一动 就到了百余帐外 离附近的那只完好战舟已经不太远了 哼 想跑 韩丽有灵目神通 自然不可能漏过此血影 当即也不管下方血光 身形猛然一扭 就要马上追去 但就在这时 忽然一道血色光柱 丝毫征兆都没有的 从另一方向激设而至 无声无息 只是一闪 就正好积在了在战舟上方的再次现行出来的血影上 一声霹雳之后 数道金色电弧一下在血影身上浮现而出 血影一声惨叫后 就在金色电光化为了一股清烟的不见了 辟邪神雷 一见这熟悉异常的一幕 韩丽一正未知一惊 他一扭头向金光来出望去 只见在远处 长发一族人不知何时 从金色巨球中脱身而出 而在旁边却出现了一个身高两丈的蓝色人形傀儡 此傀儡通体泛滥 以致手臂高举 五指间引有纤细金色电弧闪动 这名叫贾天目的一组人 竟然不只带了两只高级傀儡 新出现的第三只傀儡 还能释放辟邪神雷 这真大出我的预料了 不过 韩丽的吃惊只是片刻功夫 下一刻 大鹏忽然双翅猛山几下 顿时化为了一股狂风 到了那只银色战舟上空 皮表轻光一闪 身躯再次狂掌大半 随之两只巨爪闪动着刺目电光 向下狠狠一抓而去 扑斥几声巨响 两只巨爪同时没入战舟 接着左右一分 在雷鸣声中 战舟被硬生生抓开了一个大洞 接着大鹏一张 一道粗大电弧壶一闪喷出 没入洞中不见了 电弧闪动间 战舟中惨叫声大起 不知有多少脚吃族人 被电光一下灭杀掉了 大鹏双翅冲着下方一阵狂山 一股白蒙蒙巨风凭空浮现 随后两只巨爪一松手 弱大战舟在狂风飞卷之下 顿时滴溜溜地往下直坠而去 轰隆隆的一声巨响后 战舟狠狠砸到了地面上 大鹏一声长鸣 双翅一收 就在清光闪动中迅速缩小 转眼间恢复了人形 汉力往地上扫了一眼 两手一掐绝 数十口青色小剑 在四周同时浮现而出 一颤之下 同时化为数十道清光 积涉而下 一瞬间功夫 下方战舟就在如此多剑光的乱斩之下 被切得七零八落 最终发出一声轰鸣的爆裂开来 另一只坠落的枕舟 也不能放过 汉力同样驱使重飞舰将其毁掉 此刻 那些原本观战的 狡吃族甲士和双头巨鹰 也被出手的暴林兽和皮魂 再次灭杀了十之八九 只有几个 一开始就顿到了极远处 侥幸逃得性命 汉力也懒得再去追杀什么 只是一仰手 将二手重新收了起来 这时 汉力才望了一眼远处的贾天目 一个闪动 如同鬼魅般的 一下出现在了一族人身前仗许处 双目冷然地望着对方 贾天目心中一领 但是面上却浮现出笑容 双手一抱拳 冲汉力说道 多谢道友出手相救 在下先前允诺之事 一定不会失业 等回到族中后 愿以一支通灵傀儡赠送 你胆子倒不小 竟然敢将韩某拖下水 就不怕我现在一箭杀了你 呵呵 道友说笑了 阁下若真想如此做 刚才早就连在下一起灭杀了 怎会留贾谋到现在 光千万辈如此做 也是先前无法自保 实在没有办法之事 还望前辈海寒一二 你是如何发现我在下面的 我自问隐医之术还算神妙 同阶以下不可能被看破的 也道友神通 在下自身修为 怎可能发现什么 之所以发现前辈踪迹 全是因为此物 甲田木略以犹豫后 一张口吐出了一物来 并且一把抓在手中 轻托了起来 韩丽宁神一望下 甲田木取出的赫然是一颗 黑白相间的圆珠 但是表面隐隐有一团团的 漩涡状灵气若隐若现 这是何物 难怪前辈不知道此物 这颗蕴念珠 是用一种稀有灵兽 镊形兽的内丹炼制而成的宝物 可以将人神识 暂时提升背血之多 更能将灵觉增幅到 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虽然每用一次都要重放体内培育数年之久 使用的后遗症也不少 但是在某些关键时候 还是大有用处的 将神识提升背血 韩丽大吃了一惊 若是听到能将人修为提升到背血的言语 他都不一定会如此惊讶 毕竟能够临时增加人的法力境界的手段 在灵界中虽然稀少 但并非没有 但是提升神识之力 他还是到灵界之后第一次听说 毕竟神识这东西 一般都是随着修为的增长而增长 还和一些功法的修炼有些关系 一般来说 其他外物根本无法对神识有任何影响 云年珠 你也行受 韩丽喃喃了一句 盯着对方手中的珠子 脸上不禁闪过一丝异色 不过 炼制此珠的孽形兽 几乎早在灵界绝技了 而且此珠一旦被人动用过一次 就无法再被第二人使用了 否则一旦吞下此珠 反而会神念过于混杂 而发疯而亡的 假天目见韩丽此种表情 马上心中一突 说道 原来如此 心中刚起了一丝杀击的韩丽 一听此言又大失所望 眼角的急跳也一下恢复如常了 不过 他看那颗黑色珠子 还是觉得眼熟至极 好像 他储物灼中似乎就有一颗 韩丽眼神眨了几下 忽然想起了当年在坠魔谷中摘取灵主果实 斩杀的一头不知名异兽的内丹 不正和这运念珠极其相似吗 难道那只异兽 就是所谓的孽形兽 韩丽心念急转 到此程度道友应该不是普通人吧 在下不过一名上族三切存在 只是懂得一些傀儡炼制小数在族中略有些名气而已 是吗 能让脚吃族长老如此重视 看来道友的傀儡术恐怕实在非同一般 听到韩丽如此一说 贾天目黑黑一笑没有接口 反而向四周一扫后有些担心地说 前辈 此地可不是九流之地 我等是不是先一起离开此地 然后再说其他之事 此话道也有理 不过韩某可没有说过和阁下一起走 你走你的独木桥 我走我的阳关道 阁下目标如此大 在下可不想再次被殃及吃鱼 韩丽一扭身 体表轻光闪动 似乎就要腾空顿走 且慢 前辈难道不知道 越往前走 前辈的封锁就越发森严 就算前辈顿数再高 恐怕也无法轻易地顿出此区域的 在下却知道一处秘密的传送法阵 可以直接顿出脚翅族占领的区域 贾天目一惊之下 慌忙开口嚷嚷道 生怕韩丽真的就此一走了之 传送阵 倒又不会续言相欺吧 韩丽提表灵光一脸 重新回身问道 一脸的意外之色 前辈放心 此传送阵 是我们天云十三族 专门为了我等一些特殊人员 设立的秘密传送阵 到底我一看就知道真假 若是在下所说不实 愿意任凭前辈处置 韩丽听完之后目露沉吟之色 脚翅族的巡逻队 的确是越往前走 就越发地平凡 甚至先前的那种银色战舟 都出现了不少 我的确没有多少把握 可以安全通过如此森严的封锁 若有传送阵 能直接传送到外边的话 自然是大为地稳妥了 脚翅族和天云十三族 都和我没有多大关系 但看脚翅族在绿光城中 那番近似图成的举动 就能知道我就是献上玉霞 投靠此族 也是不可能之事 倒是天云十三族 对十三族之外的其他族人 并未采取排斥之策 去他们控制的区域中 暂时寻个落脚之处 慢慢寻找返回 风源大陆的方法倒是可行 我身怀两只玉霞 同样也要设法处理掉的 这人似乎在万古族地位不低 说不定可以记住一二 心中思量完毕 韩丽点了点头 神色一缓说道 好 既然道友如此说了 韩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贾道友 带路 贾天墓文言大喜 忙口中称谢不已 我傀儡所用的几种特殊灵石 全都灵力耗尽 没有这位高人保护的话 凭一个区区的上族三阶存在 根本不可能潜入到传送阵处的 于是贾天墓当即一个盘旋 将两只被脚吃人 伏略走的傀儡 重新找了回来 再将人形傀儡一收 就带着韩丽 朝天空尽头处 飞射顿走 一金一青两道惊鸿 几个闪动之后 就在天边处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一座被淡黄色光照 笼罩的巨大城市 外面有超过上百 大小不一的银色战舟 悬浮四周 这些银色战舟 小的有千余丈大小 大的则足有万余丈之巨 在那只最庞大的战舟中 有十几名脚吃足练须集存在 站在战舟最高处的 一座阁楼般的建筑中 正眺望巨城中的情形 在他们身后处的一把椅子上 却坐着一名肌肤银白 瞳孔紫金的年轻女子 忽然 阁楼入口处灵光一闪 一道红光飞射而来 射向了年轻女子 女子单手一招 此光化为一团红色光焰 女子单手拖着光焰 神识进入了其中 见有这样的事情 真是一去废物 半晌后 女子突然脸色一沉 一场冰冷地说了一句 其他人一听此言心中一领 不由自主地停止了言语 朝女子望去 尊者大人 出了何事 让大人如此不快 一名有些驼背的汉子 小心地问了一句 一群上族七八节去抓那贾天墓 结果一队人传送过去 全被灭杀个干净 另一队人 却连传送都未能激发起 怎么可能 那贾天墓纵然精通傀儡术 也不过是一名区区的上族中阶存在 怎么可能反将追兵给灭杀了 另一名脸庞狭长的妇人文言 有些难以置信了 据活下来的人说 不是贾天墓做的 而是另一人出的手 另一人 难道此区域除了眼前的恒水城外 还有其他圣族在此区域逗留 不是合体级存在 而是一名上族七节 所以我说那些人是废物 如此多人 竟会陨落在童街手中 其他人见女子如此动怒的样子 都是沉默不语 不敢再擅自接口 马上传信给图示者他们一声 将出示地点告诉他们二人 以后 让他们负责贾天墓之事 我们专心攻打眼下的恒水城 图示者另有任务在身 不会愿意过来吧 只要告诉他 出手之人就是他们想要堵截的那人 他二人自会老老实实地接下此事 救走贾天墓的 就是图示者要找的人 所有人已经面面相去起来 好了 此事到此为止 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三天内 务必要攻下眼前的城市 只要此城一破 剩下的金甲城 就是一座孤城了 和落入我们手中没什么区别 你们按照计划行事吧 其他脚吃族高阶存在文言都一公身 恭敬地应声道 接下来 这些人就此离开了阁楼 纷纷回到了自己负责的大型战舟上 一个时辰后 在女子一声吩咐下 脚吃人甲氏 双头巨婴以及数以百计的羽胶 从战舟中一涌而出 在附近空中排列成一场整齐的队列 从四面八方将巨城包围的水泻不通 这些脚吃人大军涌出后 一只只五颜六色的傀儡 也从战舟中腾空飞出 这些傀儡大多是人形 小的和常人一般 大的就有十余杖之高 而兽类傀儡只有三只 但是每一只都有百余杖之巨 一件脚吃人这般大举进攻的样子 光照防护照下的城市 却有许多地方有一座座法阵亮起 同时飞射出无数道人影 不少人立刻驾驭顿光 直奔那些亮起的法阵而去 开始攻击 身处巨大战舟上的阴性女子 一声命令 天鹤功夫后 体型最大的三只傀儡兽 率先发起了攻击 几乎紧随着三头傀儡兽 所有战舟也同时底部灵光大放 一道道光柱铺天盖地地积舍而出 瞬间的功夫 轰鸣声大起 连绵不绝间 仿佛惊涛骇浪就好似 天雷阵阵 第1336集 一座巨大高山的山腹中 一座昏暗的殿堂之内 到处昏昏沉沉 无法看清殿内的一切 但私下寂静无声 不知多少年没人来过此地一般 忽然殿内白光一闪 一个树丈大的法阵赫然出现在大殿中央处 此法阵灵光闪闪发出了滴滴的嗡鸣 接着光芒一盛 两道模糊人影一下在法阵中浮现而出 其中一人一身轻袍年轻异常 另外一人却是一头乱发 遮盖住了半边脸孔 正是韩丽和贾天雷二人 此地非常隐秘 是我们万古族一族修建的传颂法阵 不到危机时候不准动用的 知道的人各是少之又少 这里已经远离脚痴族所占区域了 离我们天雲十三族第三大城云城 也只是数日路程 贾天雷单手一扬 一道法掘射到了附近殿壁上 镶嵌的一颗金石上 顿时整座大殿灵光一闪 四周殿壁上十几处地方 同时亮起 将整间大殿照应得清清楚楚 韩丽同样目光一扫 见此处殿堂不过百余杖大小 全都用青白两色巨石砌成 看似普通 但是殿内一场干净 是一尘不染的样子 于是他点了点头 淡淡说了一句 看样子 的确很久未用人来过此地 不过 这里距离道友口中的云城 不只有多远路程 此城很有名气吗 我听说 似乎你们万古族大大长老 也到此城了 韩道友也知道此事 不过放心 云城离此地不过半月路程而已 此城是天云十三族的第三大城 此城构建之处非常奇特 名气当然不小 也是离脚翅族进攻方向 最近的大城了 大城一旦正式爆发后 云城多半就是我们天云诸族的中心所在 如此正好 我正想找一座大城 办些事情 在下在云城 可是有临时洞府的 也算是半个地主 道友若是有什么事情 尽管找贾某就是了 太大的事情不好说 一些小事 在下还自信能帮上一样的 在见识过 韩力如此轻易地 斩杀掉庶民同阶存在后 贾天穆自然知道 韩力不是普通的上族 故而他虽然已经脱离险境 并且在万古族身份特殊 仍然起了一些 拉拢结交之心 哼 多谢贾道友此言 韩某说不定 真有些事情 需要道友援手 韩力神色一动 倒也没有太过推辞 对方的好意 现在的云城 十三族之外的 其他道友进此城的话 恐怕还真不太容易 特别像韩兄这样的 新面孔 更是有些麻烦的 不过 在下亲眼见过道友 斩杀绞翅族同阶存在 自然可以为道友做宝 不过话说回来 韩兄直接加入我们万古族 担任客卿如何 在下自存 在族中还是能说上一些话 可以直接将道友 引荐给族中的长老 以道友的神通 肯定大受本族重用的 而担任本族客卿 其中的好处之大 可远超一般人想象 在天云不管办什么事情 都是事半功倍 多谢贾兄美意 但在下无法肯定 会在天云待上多久 此事还是以后再说吧 也对 此事以后再谈不迟 我等先马上赶去云城吧 在下在城中颇有几个至较好友 到时也可以给韩道友引荐一二的 韩力文言神色移动 但是点了点头 没有接口 这时 二人已经走出了传送阵 直奔大殿大门而去 推开电门 外面是一条青石通道 盘旋蜿蜒向上的样子 韩力和贾天幕当即化为两道顿光 一闪即逝 没入通道中 片刻功夫之后 一团白光和一道青红 从一座大山的山腰处飞射而出 几个闪动之后 就向某一方天边破空射去 这就是云城 韩力身处青光之中 抬手望着远处天空 脸色变得异常古怪 不错 顾名思义 云城是灵界中仅次于天空之岛的 第二种可以悬浮空中的居住之所 虽然无法像天空之岛般 可以慢慢地在空中随风漂流 但是随着季节变化 也可以自由升降高度 站在韩力旁边的假天幕 一碾下巴上的几根短须 有些自豪地回到 如今 他二人身处一座小山的山头之上 而远处数百里外的高空中 赫然有一座悬浮不动的巨型城市 城市身处离地数万丈的高空 不但白云缭绕 通体更是用不知名的某种白色材料建筑而成 此城色身处此高地方 外加体积庞大 让人第一次见到之人 都不由得心中异常骇人 另一惹人注意的地方 是围绕巨城的十余颗 洁白异常的巨大球体 每一颗远远看去 似乎不算太大 但若是进前的话 却可看清楚看出 竟是直径万丈的庞然大物 那是何物 韩力在骇人过后 冲那些球体一点 忍不住问道 韩道友说的是这些云城之位 他们可是我们万古族和石检族 合力协作下的精心之作 是云城防御的杀手锏之一 具体的情况 道友进入云城后 只要稍一打听 就可知道了 现在容贾某卖个关子了 韩力听了此话有些无语了 不过他倒也没有真的追问 此事不放的意思 当即怀着对这座云中之城 好奇之心 顿光一起 化为一道清光 横空飞起 贾天幕也同样 白光一起地紧随其后 在数百里外时 尚未对此城体积 有何太清楚的概念 但一接真进此城百余里后 云城的巨大 即使见多识广的韩力 看清楚后 也不禁倒吸了一口气 如此近距离看去 云城几乎遮蔽了 前方大半天空 在路上 他们也开始远远看见 其他异族修炼者的顿光 以及一些兽车 灵舟等形状各异的飞行法器 随着越来越接近此城 异族修炼者的数量 也不断激增起来 当韩力用肉眼 可以看清楚自己方向的 一颗巨大球体时 附近往来的顿光数量之多 已经目光所及漫天都是 不过不知为何 几乎所有人 一接近那巨大球体时 全都乖乖地绕道而行 没有一人敢经过 此球附近区域 韩力见此 自然忍不住地 仔细望了几眼 在瞳孔深处蓝芒闪动下 球体表面的一切 几乎近在咫尺地 出现在了其眼中 这些庞然大物所用的 外部材料和云成是同一材质 但是细看之下可发现 球体表面看似光滑异常 却又淡淡归痕遍布其上 仿佛用无数块材料 拼凑而成一般 细看每块材料上 都隐隐有金银两色的符纹 闪动不已 显得神秘万分 韩力眉头一皱 也不客气地将神念 往此球体上一扫 结果方一接触球体表面 就一股强大的静置之力 一堂而开 根本没法没入球体之内分毫 韩力倒并未觉得奇怪 如此神秘的东西 若这般被他弄清楚里面的一切 反而会让他有些吃惊了 道有切记 你身上若是携带金属类宝物和材料 一定不可接近他们千丈之内 否则一切金属东西 都会被他们强行射去 并吞噬进去的 而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云成是不会赔偿丝毫的 甲天目见韩力不停地 打量远处的球体 楚言提醒道 还有这种事情 韩力有些诧异了 目光一扫 众多经过附近的他人 其实已经相信了七七八八 附近的不少顿光方向一变 纷纷朝云城的一个巨大城门飞去 在此城门处 数十名身穿统一战甲的门卫 正神色肃然地站在城门两旁 并对那些想进入城门的人 一个个地在检查着什么 这种小心的检查 他果然是只针对想要进城的修炼者 想出去的根本无人过问 而这些门卫从头到尾 全都被战甲包裹得严严实实 体型大小不一 似乎并非同一种族之人的样子 韩力见此情形不经双目一眯 但是顿光不停 片刻功夫终于和贾天目一同来到了城门处 这时附近的一些顿光 正不断地朝下方落去 正准备接受检查的修炼者 有十几名的样子 这一次 贾天目微微一笑后 突然等检查的数一族人后面走了过去 这些类似插队的举动 自然引起了其他几人的一些不满 但是这些一族修炼者大都是铸鸡结丹左右 神殿一扫贾天目 发现对方竟是一名上族之后 马上一个个闭口不言了 甚至丝毫怒涩涩都不敢显露出来 但是见贾天目的此种举动 自然以下引起了守卫的注意 数道凌厉寒芒 同时朝贾天目身上一扫而去 这几人修为似乎都不在贾天目之下的样子 但是贾天目面对此景 却是不慌不忙地袖袍一抖 一块巴掌大的乌黑令牌一飞而出 本看似为首的一名守卫 射了过去 第1337集 那名守卫目光一正 但马上反应过来的将令牌抓去 并且低头凝望过去 而与此同时贾天目嘴唇微动 但未有丝毫声音发出 竟然施展出了传音术 但是让这些一族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 那名为首的守卫 先是一看清楚手中令牌后 目露骇然之色 接着在一听到贾天目传音之语 顿时再无任何怀疑之意 当即几步向前 将手中的令牌还给了贾天目 并且一诗里的恭敬异常说道 原来是万古族的贾大使 大使快些请进 贵族的几位长老早就有吩咐下来 若是大使一旦安然返回云城 请立刻前去天旭阁见他们 对了 鉴于现在城中 可能混进来脚吃族的奸细 在下会立刻派几名护卫 直接护送大使到天旭阁去 几位长老都在天旭阁了 就算不说此事 我也会马上去见他们 至于护卫的事情 暂时不用了 有韩道友和我同行 只要不是合体级存在的偷袭 想来都安然无事的 你们继续忙你们的吧 对了 韩道友并非我们天云人 给他准备一个最高级别的 自由身份牌 我可以做起担保人 甲田木接过令牌之后 竟然用吩咐的口气沉声道 是 大师 那名守卫文言一证 但马上满口答应 这时候 韩力也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 几名守卫立刻用手中的法盘 同时宠其微微一晃 韩力感到 从那些古怪圆盘上 瞬间放出一股股 轻微之极的灵压不动 随之 树骨神念之力 突然从这几名守卫身上放出 然后竟然一下汇集融合一体 往韩力身上一扫而过 韩力心中一惊 随之 目中闪过惊讶之色 这种可以将数人神念融合一体的功法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云城不愧为天云十三族的和亲大成 随便一个门卫看守 都深怀这种不可思议的秘书 不过 那几名守卫一探测完韩力的修为后 顿时几人都心中一领 当即 那名为首之人 看了看手中的法盘 并未有脚持足血脉反应 当即心中一松地 从韩力说道 前辈 既然有贾大师做担保 并且你也通过了最初的检测 我等马上就给你炼制一块高阶身份牌 有了此牌后 云城中除了一些机密重地外 其余地方 前辈都可通行无阻的 那有劳阁下了 这名化身级守卫 口中客气得连称不敢 而这位先前所提的派人护送贾天墓之事 此刻自然也不再提了 显然他也认为 有韩力这么一位上族七阶存在 自然无需再派他人了 下面的事情就简单了 片刻功夫 这些人就炼制了一块 暗含有韩力简单资料的玉牌 递给了韩力 然后为首之人一挥手 顿时就让出了一条通道来 贾天墓也没有客气 当即大步向城中走去 韩力则不慌不忙但 紧随其后 假道友 刚才那几人将庶人神念融合为一的功法 到底是何种秘书 若有此种神奇秘书的话 用来对敌 岂不是一等一的大杀技 二人方一走出城门里面 和其他诸族 和其他诸族不同 所生族人大都是同胞连体人居多 一台六七位都是常见之士 但稍大一些后他们就可自行分开 云城四个城门处都配有青族人 专门负责探测入城之人 施展紫术后 术人神念融为一体 就是境界高他们三四层 也无法忙过他们的 原来如此 韩某真是有些孤陋寡闻了 在下对此术还是有些兴趣 道有可知道此术的修炼之法 韩力听完之后有些失望 但是转念一想 仍觉得此术甚为神妙 不仅搭起了借鉴和改进的主意 如此问道 宁神术并非青族特别重视之法 外面虽然流传不多 但是贾某还是能设法找来一份的 道有真想要的话 回头我会设法复制一份来 多谢啊 这是小事 韩道有对贾某有救命之恩 这点事情算什么 对了 在下要先去拜见族中几位长老 下边恐怕不能和韩兄同行了 这是在下在云城的洞府所在 道有几日后 就可去取在下先前承诺的通灵傀儡 不瞒道有 此等皆傀儡 在下洞府中就有两三只 但是赠送外族人的话 在下还得经过族中长老同意才可 不过尽可放心 在下在族中还有些地位 此事绝无问题 贾天目一笑 抬手递给韩丽一块石片 说出了告辞之言 这时 二人已经走出城门 眼前出现了一条宽敞的大道 两旁都是高矮不一的商铺 有不少人走在上面的样子 算不上熙熙攘攘 但是也算不上冷清 也好 在下也有些事情 就和道有在此分手吧 韩丽接过石片 用神念王里面略一扫后 微笑回道 云城中是天云诸族同居 外来一族之人更是不少 有的人一待就是数百年 甚至上千年都不肯离开 所以城中除了一些临时的住处外 还另有专门租赁洞府的 只是费用实在不菲 但韩兄想在此城逗留十日较长的话 想来这点费用 绝不成什么问题的 另外道有还有切记一件事情 在城中千万不可和人争斗 或者轻易动用灵力 否则已被禁止发现 轻则逐出云城 重则废去法力修为 此点就是我等十三族的长老 也不会轻易违背的 好了在下就此告辞了 贾天木又专门相告了许多 就真的一转身 凡人离去了 韩丽未读挽留 远远目睹贾天木 拦住了一辆被两头梅花 花路般灵兽拉着的灵车坐上此车飞奔消失在街道另一段的尽头处 他这才将目光一收 仔细打量了一下街道两旁 此地不愧为天元十三族的重城 两旁的建筑不但密密麻麻 而且风格各异 一眼望去 几乎没有任何两座一般模样的店铺 韩丽只是打量了一会儿 对此诚就彻底感兴趣起来 说起来 天元十三族名义上是十三个重族 但不知从多少万年起 诸族混杂在一起生活 任何行动十三族都共同进退 不论血脉不同的这层关系 天元十三族几乎就可是组同一个大族了 十三族里 单看一族势力 哪一族都不算太强 远远不能和角吃族 这等灵界大族相提并伦 但十三族联手下 却和角吃族势力相差并不太远 大有一战之力 这也是天元紧挨角吃族 此等超级大族 却仍可一之自保的原因 而实际上 角吃族和天元间的战争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爆发一场 不是角吃族侵占了天元的一些领地 就是天元十三族联手之下 再夺回自己的失地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 还是势力更胜一筹的角吃族 占了一些上风 但是天元诸族互相取长补短之下 也没有吃太大的亏 故而这一次角吃族的突然进攻 并未让天元诸族上层有何意外之处 而且迅速反应过来 开始集中人手 准备迎面痛击了 这些话都是韩丽赛和贾天元当初同行时 在路上无意中透露出来的消息 据贾木所讲 天元固然面积辽阔 但香林大族并非只有角吃族一家 还有势力同样不次于天元的叶族 以及比他们稍弱些的暴民族 当然还有些其他小族存在 小族一般来说只能依附或者加入大族 才能获得在此地立足的权力 否则不是被抹杀 他就是被逼远走 另寻存身之所 贾天目的话 让韩丽对此地诸族的大概环境 有了一定的了解 现在他一边打量着两旁街道 徐徐步行 一边心中飞快地思量着 下一步的行动 毫无疑问 我的首要目标 仍是找到可以直接将我传送回 天元大陆的超级传送阵 此等级传送阵 肯定不可能被个人掌握 是有八九落在了某些大势力手中 若想借用传送阵 恐怕就不得不和这些大势力上层打交道了 这也是我当初并没有一口回绝贾天目邀请的原因 不过能否接触到天元族上层 还得在我打听完相关消息再说 现在迫切要做的 是先在运程中找一处落脚之处 再一步一步慢慢地寻找线索 心中既定之后 韩力不再迟疑 目光在四周的商铺上一扫 随意选了一家酷似人族阁楼的建筑 就走了进去 商铺不算太大 只有两层而已 而看里面货架上的摆设五花八门 似乎是一家很普通的杂货铺 店里的掌柜是一名墨绿族的绿夫人 原本正坐在柜台后面的一把椅子上 一件含力过来 当即满面笑容地起身相迎 这位看起来四十余岁的一族人 虽然只是筑基其左右的修为 但是在韩力面前倒也毫无惬意 吃了一礼后 一连串的介绍就先出口了 言语是一城熟练 这也难怪 以对方修为之低 恐怕猿鹰级和炼虚级 都是无法分辨清楚的 而云城修为高深之辈 比比皆是 见得太多了 自然也就变得这般模样了 来一张云城地图 越详细越好 另外 我再向你打听几件事情 韩力打亮了眼前人两眼 突然袖袍一动 一块中阶晶石飞射而出 同时口中淡淡说道 哎呀 这是小店最好的地图 前辈有事情尽管问 晚辈一定知无不言 掌柜的一接经时 立刻眉开眼笑地 从货架上取出一块 淡红色的石片 交给韩力 欣喜地说道 一盏茶的功夫后 韩力神色平静地走出了店铺 然后就随意地 在街道上拦了一辆售车 冲车夫说出一地名之后 就在车厢中闭目打坐起来 而车夫立刻驱动售车 向前急驰而走 售车带着韩力 往最近的云城一角而去 不知横穿了多少条街道后 两个时辰后 售车终于在一片 外形古怪的巨型建筑前 停了下来 韩力随意扔了几块零石 下了车并从容地看了一眼 面前如同一个超级风潮一般的建筑 随后目光一转 望向了建筑底部的一扇大厂的大门 这大门两侧 各写着一个古怪文字 即使以我掌握了如此多一族文字 竟然也根本无法辨认出是哪一组文字 韩力并未迟疑多久 摸了摸下巴 还是抬腿向大门走去 一进入大门 里面竟是一间出奇宽敞的巨厅 此厅足有二百余丈广 四周和地面铺着碧绿色的美玉 四周还摆着一排排 数尺高的花盆 里面种植着一些 看起来异常艳丽的零花零草 而在大厅中间 却是孤零零地摆放着一个乌黑破旧的木桌 桌子上趴着一名头发雪白的人 一身灰色长袍 却无法看清其面目 看起来一动不动的样子 似乎是正在熟睡 给我一间僻静鞋的房间 我要住上熟日 韩力悄然地走到了桌子前 淡淡说道 韩力声音不大 但是落在老者耳中却是如同雷鸣 足以将其从沉睡中一下唤醒 啊 原来是客人上门了 晚辈这就给前辈找一间上房 老者趴扶的身子一抖后 一下惊醒地坐直了身子 并且慌忙从身子下方 掏出了一个白灿灿 类似帐簿的古怪法器 飞快地在上面插着起来 韩力见此眉头一皱 眼前老者也是修炼者 怎会没有丝毫警惕之心 刚才好像真的睡过去了 他心中一动 随意地往老者脸上看了一眼 结果下一刻 一下就吃惊地失声叫了出来 你 你是相师兄 你还活着 这老者脸色焦黄略带病容 但是眉眼间又略带圆滑之色 竟是当年在人界早一步进入空间节点的相之礼 他那位名义上的相师兄 他和忽老魔 疯老怪等人的元神灯 当初可都在进入节点后不久 先后灭掉了 早被认为应该陨落掉才是啊 现在默然得见 怎不让韩力大惊失色 声音都有些改变了 老者一听韩力之言 原本正在低头查找什么东西的动作一顿 扮上之后 才缓缓抬起头来往向对面 韩师弟 真是你 老者喃喃地说道 脸上的表情似哭似笑 显得异常古怪 这是韩梦 你现在修为和气息怎么 韩力口中一边回道 一边神念下意识地往向之礼身上一扫后 又一下神情不定起来 原本在人界就已经是化神修士的向之礼 此刻修为赫然降低到只有节单期左右 并且气息是异常衰弱 似乎是元气大伤 韩师弟 你也是从空间节点到的灵界吧 看你修为法力还大尽了 不过 这里不是说话之地 这一会儿也不会有客人来 先跟我来 另寻一处地方说话吧 向之礼正正地看了韩力好一会儿 脸上的神色变换了一会儿 忽然想起了什么 急忙一起身 带着韩力从大厅的一角偏门走去 韩力犹豫了一下 但是还是跟了过去 进入偏门之后 是一条长长的走廊 两旁种着一些奇异花草 向之礼并未带着韩力走出多远 直接在附近 推开一扇石门 请韩力进去 师弟请坐 小老儿万万没想到 还能在有生之年 重新见到韩式地 但向某这番落魄模样 原本也实在羞于贱人的 两人方一坐下 向之礼苦笑地说了这么一句 声音是异常消沉 和当初在人界时的大修士模样 截然不同了 当年通过节点时 你们出了何事 他二人尚在吗 韩力沉默了一下 直接就问起了 自己想知道的事 风老怪和胡老魔 是陨落掉了 我们通过节点时 实在运气太不好了 竟然一连数次碰到了空间风暴 最后一次 竟是两波空间风暴 重叠爆发一起 三人中 只有我一人活了下来 但我也因为频繁施展 保命密法 修为几乎丧失殆尽 现在这点修为 还是这些年 一点点重新苦修回来的 那空间节点的确危险异常 向师兄能存活下来 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不过 当初你们留在人界的本命灯 可是已经熄灭了 而且 你怎么会出现在雷鸣大陆 为何没有出生在 人族飞升之地 本命灯灭掉之事 估计应该是因为我施展的 保命密术有关 用那换命大法 的确和本人重新换掉性命 差不多了 至于为何身处此大陆 我也不太清楚 当初被空间风暴卷入其中 虽然依仗密术保住了一条性命 但一脱离空间节点 就身处天云此地了 要不是碰到有人相救 甚至现在都无法活下来 听师弟口气 从节点出来 却是身处的灵界人族地区 如此的话 当初节点空间风暴太过诡异 将我等路线吹偏了过去 向之礼一回想起 当初在空间节点中的经历 表情是异常难看 这一次韩丽没有接口什么 只是若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向师兄怎会在此地做事 从未想过重新回到人族吗 这家客栈主人是一名石俭族人 也是当初对我有救命之恩之人 他心肠不错 修为不弱 似乎在石俭族中还有些地位 我一方面为了报恩 一方面也实在无处可去 只能暂时帮起做事 至于回到人族 向某早就对此死信了 虽然天云十三族的确掌控着一座 可以跨大陆的传送阵 但那传送阵每一次开启 据说消耗之大 都能让圣族存在都倾家荡产 可不是用普通灵石能驱动的 就算向某修为如初 也远远没有资格使用此真 再说就算侥幸真有办法传送到风源大陆 我如今修为如此地下 再加上元气大损 也根本没有希望通过蛮荒世界 回到人族区域 向某如今情况 也根本丧失了冲击炼须的可能 也不打算再冒什么风险 已经打算就在此地终老一生了 听到向之里的言语 韩丽也不知道说什么安慰之语 已是无言了 对了 在下还未询问师弟的经历呢 我虽然无法回到人族 但同样想听听灵界人族的情况 师弟 能否给向某大概说上一说 我的经历也没什么好说的 在修炼之化神境界后 也找到师兄当初那处节点 可能我的运气稍好些吧 虽然同样遇到了空间风暴 但总算侥幸借助同行的 冰凤的空间神通逃了出来 至于人族 我也不过是能在灵界立足 勉强可以自保而已 具体的情况 韩丽将自己的事情简单说了一说 也根本未提及 自己也曾经修为禁尸之事 而人族的事情 也并非什么需要保密的事 韩丽也捡了一些告诉了对方 三井七帝 圣皇妖王 原来我们灵界人族 也有不少合体级存在 如此的话 小老儿总算能放心了一些 像之里听得一场仔细 半晌之后才听完韩丽所说 长吱了一口气 韩丽再次沉默了 但是过了片刻 目光闪动几下后 默然开口问道 天云十三族 真有一座超级传送阵 向师兄是从何处知道此事的 怎么 师弟也想打此传送阵的主意 超级传送阵的事情 并非什么值得保密的事情 不但天云有 就是角赤族和夜族 也同样有一座的 附近的大族 大概只有暴明族没有修建吧 要是我说 师弟还是算了吧 那跨大陆传送阵 根本不是合体以下之人 有资格使用的 况且你还不是这几族之人 更难有忌讳 好在天云十三族 并不太排斥其他外族之人 韩师弟 不如就在此地住下修炼吧 也能和相貌作伴 等以后修为大进 再设法回人族也不值 对了 师弟现在到底修炼到了 何种境界了 我现在只感到师弟气息 比在人界时强了不少 但修为到底如何 却无法感应出来了 在下在前不久 侥幸进阶到炼虚境界了 炼虚 师弟竟然修炼得如此之快 这么说 师弟已再无寿源困扰之苦了 名义上说是寿源无限 但是永远三千年一次的 大天结存在 怎么可能真的寿源无忧 那天结一次比一次凶猛 若不非生真仙界 陨落 早晚仍仍是之事 话不能这么说 师弟进阶炼虚后 起码寿源要数以万计的 以后大客长松一口气 慢慢修炼 以师弟的资质 怎知道无法修炼到最后一步 最终得以飞升仙界的 非生真仙界 我们人妖两族 万年间天赋资历过人之辈比比皆是 但能走到最后一步的 又能有几人 小弟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而已 此时我们以后再谈吧 韩师弟先在我店中住下 现在我还去照看一下客栈 等晚上有空时 我再到师弟房间戏谈吧 师弟不会拒绝萧老儿的造访吧 想知李向门外望了一眼 忽然轻轻一笑地说道 也好 我出到云城也同样有些事情 需要向师兄请教一儿的 韩丽目光一闪地点了点头 满口答应 于是向知李为韩丽挑了一处 上好的清静房间 位于偏僻角落 并且亲自引韩丽往下 而他则重返大厅了 韩丽在房间中 则布置下一个一个的隔绝尽致 自己盘膝坐下 面露沉吟地思量起来 竟然在此地意外地遇到了向知李 让他不得不好好想上一想 到了晚上的时候 向知李果然来了 并且和韩丽一聊 就是足足一整晚 韩丽从向知李口中 得知了有关云城和天云十三族 许多原先不知道的情报 直到天色江明的时候 向知李才尽兴地起身告辞 但是 当韩丽将其送到门口的时候 向知李似乎想起了什么 忽然一扭身 免得一丝迟疑地说道 韩师弟 我是不可能回到仁族去了 但你却仍可能有这一天 韩师弟若是哪一天想离开云城 远去其他地方时 先来师兄我这里一趟好吗 我有些东西留给韩师弟 还有一件事情拜托 不过师弟放心 只要能回到仁族 此事对师弟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并且也大有好处 什么事情不能现在说吗 万一遇到突发事情 不一定来得及向师兄告辞的 不瞒师弟 此事现在有些不便明说 并且我还需要花些时间 才能准备好一些东西 师弟最好还是到时来一趟的好 否则错过了此事 你我也许都会大干遗憾的 向知李摇了摇头 并且大有深意地说道 向知李都如此说了 韩丽自然也给了一句 会尽量的这样的承诺 向知李点了点头 这才转身离开了房间 韩丽随即回屋 在一块铺团上重新盘膝坐下 直到第三日早上 屋门才轻轻一开 他这才悠悠地从里面走了出来 直接从本层的一个出口 轻飘飘地一落而下 到了一族客栈的街道上 韩丽似乎早就想好了要去何处 随意拦住了一辆售车 说出了一个地名后 售车就在街道上狂奔起来 透过售车的窗户 韩丽将街道上的一切都看得真真切清 当目光再次扫到极远处城墙外的那个巨大球体时 韩丽心中是微微一动 这些巨大球体竟然是十三只超级战争傀儡 据说微能之大 足可与一名合体初期存在相提并文 十三只傀儡 恰好天云十三族 一族负责掌控其中一只 有如此可怕的战争傀儡 天云称防御之强可想而知 怪不得天云足足会将此城当作抵挡脚翅族的中心所在 起码不用担心脚翅族派骑兵突然加以偷袭 韩丽的目光很快就从远处球体上收了回来 闭上了双目 他所去的地方并不太远 售车只是急行了半个时辰 就到了一条有些偏僻的小街上 韩丽随手扔出几块零食就跳下售车 并且左右旁顾了一下 走进了一家商铺 商铺有数十丈大 四周全都是一排排的货架 上面全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石片 玉碟 银牌等五花八门的点击类的东西 但是所有东西都被一层层晶莹闪亮的光幕遮蔽着 这竟然是一家专门出售点击的店铺 据相师兄所言 云城各种店铺多如牛毛 我感兴趣的几种店铺 大多集中在此条街道上 如此一看果然不假 店铺虽然不大 各类点击似乎真不熟 店铺主人是一名年纪轻轻的女性义族人 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 但是皮肤晶莹如雪 两耳尖尖 眉玉间镶嵌有一颗黄豆大的乳白色金石 一对美目更是闪动着深邃目光 给人一种极具智慧的感觉 一件年轻女子的模样 韩丽却是未知一惊 如今的她自然也对天云诸族有了不少了解 京族也是天云诗三族之一 此族甚为奇特 族人少得出奇 个体实力相对其他诸族也较为弱小 偏偏受援几场 几乎是人族的三到四倍之久 而且每名京族都容貌俊美修理 智慧极高 人人在炼丹 阵法 俘虏等上面 都能轻易地拥有极高造诣 故而京族极受他族欢迎 即使本身对争权夺势并不感兴趣 但此族在天云诗三族中排名也并不算低 那名京族女子似乎也注意到了韩丽 一对漆黑美目往韩丽身上一扫后 脸上显出了一丝诧异之色 竟似乎看出了韩丽的修为境界 她立刻一起伸走了过来 并且鲜鲜一礼 欢迎上族前辈光临小店 不知晚辈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女子说话倒是一场斯文 未见其动作有何太过异常 但偏偏一举一动 都给人一种极其优雅的感觉 果然如同传闻中一样 此族真是大意于 我以前见到的其他一组 韩丽心中嘖嘖称奇 表面却并未露出任何表情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不用如此麻烦了 我先自己看看 倒有先忙自己的事情就是了 那请前辈自行观看吧 京族女子不卑不亢地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再施一礼 就自行退了回去 不过京族女子这番举动 却一下惊动了 旁边正在挑剪点击的玩家 发现韩丽的修为后 全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转眼就一个个变得神色不安 先后离开了 转眼之间 整间店铺就只剩下 韩丽和京族女子二人了 韩丽对这一切却是视若无睹 自顾自地走到了附近的一个货架前 打量起上面的各类点击了 光从表面自然看不出什么东西 韩丽神念一动立刻进入光幕中 往其中一块石片上一刺而去 这些光幕果然奇特 神念只能看到石片中的一些简单介绍的资料 想要看正式的资料 却隐隐感受到了禁止的阻碍 当然 以我神念强大 若想强行侵入的话 这些微薄禁止自然无法阻挡分毫 但同样 此种举动自然也不可能不会被店主人发现的 韩丽在眼前书架上只看了几个 发现大都是一些介绍各族风俗习惯的 自然也不怎么感兴趣 当即脚步加快了几步 身形转到了另一个货架前 再次用神念扫射起来 这一次似乎找对了目标 韩丽只看了两个 脸上就露出了一丝喜色来 当即单手冲里面的一张蓝色玉蝶一招手 顿时此物飞射而出 到了其手中 就这样 韩丽在店铺中一个个地群觅起来 转眼之间就收取了二十多块点击 然后 她才心满意足地走到了京族女子身边 将所有东西往其身前桌子上一放 口中平静地 吻了一声 多少零食 这些东西我都要了 第1340集 京族女子看着眼前一堆东西 脸上掩饰不住一丝亚色 但是美目一阵流转后 忽然笑着说出了 让韩丽大感意外的话 这些东西值不了多少零食 前辈尽快拿去就是了 怎么 倒有觉得 我会付不起这点零食吗 晚辈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晚辈另有一件东西 或许前辈会感兴趣 前辈若是想要的话 这些点击就算晚辈附带赠送给前辈了 好 什么东西 拿出来看看吧 前辈稍后 此东西比较贵重 晚辈放在屋内了 京族女子听到韩丽这样回答 免得一丝笑容 随即立刻转身 向店铺中的那一趟走去 韩丽也不在意 就静静地等在那里 天隔功夫之后 女子手捧一个乌黑金属匣子 走了出来 匣子表面竟然交叉贴着两道青色服录 一副郑重异常的模样 前辈看看匣中之物吧 晚辈相信 此物对前辈极其有用 否则 晚辈也不会主动拿出来 京族女子冲韩丽微微一笑地说道 似乎知道些什么事的 韩丽听到京族女子此言 没有浪费时间再多说什么 直接将黑匣接了过来 神念往侠中微微一扫 韩丽望了京族女子一眼 脸上现出了一丝亚色 看来你似乎真知道些什么 倒不是虚言夸大 晚辈也有一半是猜测的 前辈为何不打开仔细看上一看 然后再决定是否真要此物 对了 此地不大方便 我二人去另一处地方详谈吧 女子眸中金光一阵流转 炎然一笑 随后她单手一翻转 手中多出了一件法盘 朝门口处看了一眼 就单手掐绝 同时口中念念有词地 中法盘一点尺 法盘顿时光芒大放 一片五色光霞 向四面八方飞卷而去 韩丽眉梢一动 从这片五色光霞中 感受到了不弱的空间波动 她目光闪动了几下 却是没有丝毫多闪之意 这些光霞围着韩丽 滴溜溜一转后 竟然化为了一个五色光阵 韩丽只觉四周一切景色 漠然已模糊 人就身处一片灰蒙蒙的空间之中了 此空间极小 不过失于丈大小 除了角落中的一张桌子 和两把椅子之外 就是空无一物了 不过 在韩丽脚下处 却有一个闪动着五色光芒的传送法阵 一旁的京族女子 同样是含笑地站在一旁 这里是我请人特别开辟的一处小型空间裂缝 在此交谈的话 绝不会被什么人探测到 当然 以前辈的神通 即使没有传送法盘 想强行返回原来的空间 也是易如反掌之事 韩丽神念一接触四周空间障壁 自然从强度上感应到此女所说不假 当即就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再客气地单手往峡上一扶 顿时 一片青光闪过 两张浮路立刻飞落而下 峡盖也一下被打开了 一股黑气 默然从峡中飞卷而出 围着峡子呼啸一卷 就要向四周就此弥漫开来 但是韩丽似乎早就预料到了 此幕突然一张口 一片金霞飞出口外 所有黑气被霞光一卷之下 竟然化为了一根黑色雾处 被韩丽一吸而入 直接吞进了腹中 好精纯的魔气 韩丽面上金光一阵流转 竟然仿佛大补一般的淡淡道 这些黑气 竟然是精纯异常的魔气 但是对韩丽修炼的 范圣真魔宫来说 只要不是一次吸进太多 自然是可以轻易转化为自身法力的 京族女子见此情形 目中是闪过了一丝骇然之色 霞中之物散发的魔气 到底有多厉害 别人不知道 我又怎会不知道 我每次开启时 都会先给自己加持了 不知多少的防护后 才敢接近霞中之物 否则一个不小心被魔气侵入体内 我轻则修为大腿 重则一命呜呼 这时 韩丽单手冲大厂的匣子虚空一抓 一件黑乎乎的东西就飞射而出 一个盘旋落在手中 赫然是一件半尺大的紫色战甲 不但造型猙獰 尖头膝盖还各有树根尖刺冒出 表面更是遍布黑色花纹 魔气冲天 竟是一件魔化战甲 不过 瓷甲胸口处赫然有一个明显的大洞 边缘处碎裂成一片 竟然破损得非常厉害 韩丽凝望着手中战甲 面露异色 以我凡胜真魔宫修炼的境界 自然可以感应到眼前魔甲中 所蕴含的不可思议的威能 这绝对是我踏入修仙界以来 见到的最强大的战甲 这还是在此甲损坏情况下 修复后 未能难以想象 韩丽凝望着法相上的魔甲 脸色阴晴不定起来 这件紫魔甲 是晚辈无意中得到的一件宝物 开始也不知道此物来历 但是后来多方查证 才知道此东西 竟似乎是传说中的天外魔甲 看来是某个极其厉害的 天外魔头天生的战甲 不过看此魔甲损坏程度 原先主人多半也已经陨落掉了 现在瓷甲微能 应该不足原先的十分之一了 当然 若是将其重新炼制修复一下的话 应该还能再恢复到两三成的 天外魔头 那可是接近真灵般存在的魔物 怪不得此甲蕴含的魔器如此精纯 真难为道友能找到此物 突然 韩立强手中的微型魔甲 往空中一抛 单手一道金色法掘打出 金光一闪即逝地没入子甲中 顿时魔甲表面花纹一阵闪烁 体积一下长大了数倍 同时散发魔器 也一下浓厚了几分 四下滚滚卷去 精足女子一见黑气飞扑而来 脸色微变 突然单手一扬 树杖白蒙蒙浮露一飞而出 随即爆裂开来 化为了一层白色光照 将自己严严实实地护在了其中 魔器一接触此光照 就发出了滋滋的怪异声 竟被挡在了外面 倒是会躲避 韩立见此情形 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 猛然两手一掐绝 身上金光大放 头上一轮金色光韵浮现后 漠然一个三头六臂的法相现身而出 法相三颗头颅捏捏有词 六条手臂同时冲散发魔器的战甲一点指 六条金色光珠一喷而出 全都积在了紫色战甲上 被金光击中的紫色魔甲 竟然滴溜溜一转直下 突然一晃的 在金光中消失不见了 下一刻 金色法相黑气一阵翻滚 紫色魔甲竟然一下在体表浮现而出 诡异地穿戴在了法相身躯上 而在穿上磁甲的一瞬间 法相气势猛然高涨数倍 同时身上黑气滚滚 身形彻底淹没在了魔器中 韩立抬头望着空中法相 脸上露出了大喜之色 这也难怪 此功法原本就脱胎于古魔界的神秘魔宫 虽然古魔和天外魔头大为不同 但是同样是以真魔之气为本源之力 这一点是完全一样的 当然 若是此天外魔甲完好无损 灵性完成 或者是原主人尚在的话 想要收取此天外魔甲 却是尽此不可能完成之事了 很好 磁甲的确对我极为适用 但是可惜 已经损坏掉了 否则的话 若是磁甲完好无损 恐怕也到不了晚辈手中 不过 前辈若是能出得起代价的话 晚辈倒是有办法将其修补一下 起码可以再恢复磁甲原先威力的十之二三 京族女子虽然盯着空中的法相 心中异常骇人 但是表面不动声色地说道 你能修补磁甲 好 在下差点忘了 道友是京族人 能修补磁甲倒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你口中说的代价是什么 另外 磁甲倒有打算如何卖给我 要说此物 原本应该是无价之物 但可惜是一件磨甲 除了磨修外 其他人根本无法驱使磁甲 而磨修在雷鸣大陆一向稀少异常 至于修炼到前辈这等境界的 晚辈从得到磁宝后 还是第一次见到 否则 磁甲也不会放到至今了 这样吧 前辈若有什么珍稀材料和灵丹妙药 尽管拿出来 再添加一些极品零食 晚辈可以考虑将磁甲卖给前辈 京族女子似乎对此早就考虑过了 略一思量下就毫不迟疑地说 就如此简单 京族女子闻言却是笑而不语了 那你先说说 如何修复磁甲 韩丽神色一动没有马上接口 反而突然问起了修复磨甲之事 京族女子面露一丝犹豫 但是最终轻叹了一口气 说道 想要修复磁甲倒也简单 只要前辈能够有足够的磨合 晚辈就可以轻易修不好此磨甲的 磨合 那是何物 韩丽眉头一皱 第一次听说此种材料的名字 所谓的磨合 其实就是高阶磨兽的内单 想要对这件天外磨甲有用的话 起码也要数以百计的磨合才可 而且必须都出自上族以上 等阶磨兽才行 其中一颗 要作为修补磨甲的主材料 等阶越高越好 最好是圣阶磨兽的内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